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3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中国一些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建议 习近平重新强调的共同富裕 应该通过市场导向的改革来推进 如果政府在实施这些改革时 采取强硬和侵犯性的方法 这种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 他们还警告说 为了追求更加均衡的财富分配 对富商发起全面的攻势 甚至采取征用市场的方式进行打击 可能会扼杀收入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北京大学直言不讳的经济学教授张维莹 在本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 如果我们对市场力量失去信心 并且频繁依赖政府的干预 这将导致共同贫穷 张维莹等经济学家认为 需要给予私营部门更多的支持 而中国政府的反垄断努力必须重新调整 首先要将其转向国有企业 张维莹因作为中国最著名的 轻市场的经济学家而闻名 他长期以来一直批评 中国的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 他在自己的微信账号上 发布了这篇批评文章 但是由于用户投诉随后被删除 其他敦促对政府政策进行进一步反思的人 还包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研究员魏嘉宁 除了呼吁建立一个市场友好型政府外 魏嘉宁还谈到了北京对垄断性商业行为的打击 他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 反垄断的概念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应该首先关注行政垄断和国有企业垄断 今年中国政府对科技和互联网平台采取了铁腕手段 其反垄断运动导致了中国科技股损失了1万亿美元 魏嘉宁警告说 这种类型的政府干预可能会破坏国家的竞争力 上个月习近平加强了关于共同富裕的言论 呼吁人们分享致富的机会 这在中国绝对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毛泽东时代 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邓小平的反复提及而重新出现 但是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再次强调 引发了知识界和商界的广泛讨论 特别是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调整过高的收入 腾讯 拼多多 美团和阿里巴巴等大型民营企业 开始争先恐后地表明他们坚定地支持共同富裕 包括发誓要捐款和授予员工股权 一位执政党官员接着习近平的话说 推动新的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劫富济贫 而是要做大蛋糕公平分享 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官员韩文秀则说 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帮助那些落后的人 但是经济学家张维莹在其批评文章中说 如果企业家没有创造财富的动力 政府就没有钱来帮助穷人 慈善就将成为一条没有源头的河流 他说别忘了实施计划经济是为了给穷人提供更多的福利 但结果却造就了更多的穷人 张维莹认为推进市场化改革 是创造更公平社会的唯一途径 自由经济才可以让普通人有机会摆脱贫困获得财富 他说增加中产阶级收入的最好方法 是进一步解放企业家和市场竞争 而不是相反 魏嘉宁赞同张维莹的观点 他呼吁市场友好型政府的政策 以保护企业家和鼓励私人投资 中国私人投资的增长率已经下降 但是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鉴于目前的国际关系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 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 以及国有企业的债务水平也很高 私人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魏嘉宁说还必须对产权进行更有利的法律保护 以避免私营部门的恐慌性混乱 善待资本人才和创新 这才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持久成功 以及共同富裕的关键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评论 一个新的中国证券交易所的成立 对解决中国金融系统的问题没有什么作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宣布了一项 在北京建立新证券交易所的计划 以支持以创新为导向的中小型公司 而此举的背景是中国正在收紧公司去海外上市的规则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创建一个交易场所 以帮助科技公司更好地获得国内的资金 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在2009年为初创企业创建了 以技术为重点的创业版 两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也推出了科创版 旨在做同样的事情 新的北京交易所可能不会像深圳和上海那样雄心勃勃 它可能是现有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或者说叫新三版的升级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立于2013年 由于只对专业投资者开放 因此交易量很低 文章分析认为交易所数量不足 并不是阻碍中国科创企业在国内筹资问题的前提 中国的交易所要赢得投资者的信任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个月上海和深圳的几十个IPO项目被突然叫停 因为监管机构正在调查相关的律师事务所和投行 促进初创企业的筹资 可能还涉及中国经济的一些根本性的转变 中国大多数家庭的财富都藏在住房里 其价值被认为得到了国家的隐性支持 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也使得向小型私人公司输送资金变得更加困难 数据显示 中国大约60%的社会融资总额来自于银行贷款 而非金融公司的债券和股权融资仅占12%左右 根据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的数据 在美国股票和债券为非金融企业提供了高达73%的资金 而最近中国对科技公司的打击也将进一步减少企业对债券和股票的依赖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改善其国内资本市场 北京交易所的成立 政府可能希望发出一个信号 表明最近的打击并不是为了阻止企业家的筹资努力 但是如果政府真的想要帮助企业筹款 再增加一个交易所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真正需要的是对企业透明度做出更有利的承诺 并且制定明确的公平执行的规则 以保护现有市场中的投资者和筹款者 经过两年的调查 中国最高反腐机构报告了中国地方政府经济数据造假的进一步案例 国家统计局分别进行了两轮统计检查 覆盖了中国大陆31个省直下市中的19个 以及国务院的9个部门 共产党的纪律监督机构中央纪委 昨天发表了一份报告称 检查人员在全国各个城市发现了经济数据造假的证据 报道称 在一些情况下 地方党委和政府强迫下属和企业逐级编造数字 以完成其目标任务 一些公司没有抵制或反对 而是迎合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以换取发展的支持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永峰说 中国的地方政府长期以来被怀疑捏造经济数字 因为官员们认为他们的职业前景与经济表现密切相关 不过习近平近年来已经表明 他已经从关注数量转向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 报告说 国家统计局将进一步开展第三轮的检查 并且在年底前实现对省区党委和政府定期统计检查的全覆盖 报告称一些政府指示地方企业伪造数字 有些甚至直接提供虚假统计表 让企业效仿以确保稳步增长 这种腐败包括预先指定的每月增长率 而一些地方经济和信息技术局 甚至会在每年年初召开会议 分配统计造假任务 并且向企业提供造假补贴 在中国东部的某个城市的一个案例中 当地官员和企业在线的群聊显示 当地政府指示企业报告其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如果报告的数字加起来没有达到2000万元 企业将被要求调整其报告的数字 如果这些公司未能达到标准 该小组的地方官员威胁说 企业将被从国家基本统计单位数据库中删除 并且不再享受优惠政策 报告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00万元 是一个公司被指定为规模以上的关键门槛 规模以上企业的数量 被视为衡量当地经济实力的关键指标 因为这将影响工业产值和附加值等经济指标 2017年1月 东北辽宁省成为第一个承认捏造经济数据的省份 据发现辽宁省的下属视线 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 报告的财政收入虚增了20% 随后该省在2016年 报告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负增长为负2.5% 此后各个城市和省份也修正了之前报告的财政数字 包括天津和内蒙古 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司司长安平年表示 总的来说地方政府对统计工作越来越重视 但是有一些地方执行情况与中央政府的要求仍然有差距 今天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一份准则草案 旨在改善其对保险公司的监管 以防止金融风险 中国银保监会正在征求公众对该草案的意见 以及对2010年版本规则的修订 根据银保监会网站上的一份声明 拟议的修改包括要求保险集团公司 建立清晰透明的股权结构 并且建立机制来提醒潜在的传播性风险 他还要求保险公司加强对其非保险子公司的监督 并且做出相应的披露 银保监会表示 监管机构将对保险公司实施彻底的 持续的和渗透性的监管 以有效防止他们的运营风险 中国有12家保险集团 其中包括大家保险集团和平安保险集团 大家保险集团是陷入困境的安邦保险 清算重组后成立的公司 而银保监会正在调查平安保险 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